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都在探讨为什么是越置越污 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我也是看到了很多人在做这方面的分析 有一个人他建立了一个计算机模型 说当这个污染物的总量低于一个总数值的时候 它一个单一污染源 它排放量增加都不足以导致持续的阴霾天气 但是当这个污染物总量超过一个界限以后 你再去减少某一两个污染源的排放量 它也并不会立刻带来天气情况的改善 它这个话的意思通俗一点讲 就是说气象活动它已经形成一个模式以后 它就有稳定性就有惯性了 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去什么降污减排 去加大治理措施 它所达到的效果就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了 那我也看到有另外人做什么法律政策方面的探讨 探讨中国的这方面的利法 环保利法和美国和日本有什么不一样啊 什么是最重要的原因呢 虽然我不敢下定论 但是最起码各界有一个共识 就是中国现在的空气污染 它绝不是单一的技术污染 如果我说现在的空气污染和户口制度有关系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 那我就来解释一下 在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开始 西方国家普遍经历了一个逆城市化的过程 逆城市化不是反城市化 不是说大家都回到农村去种地了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一部分人他从拥挤的大城市里面迁出来 迁到人口相对少 居住环境相对好的小城市去 最早出来的当然是富人了 因为富人他不依赖工资性收入 他不用蹲到大城市里面守住一个工作机会 所以富人迁出来以后 他就带动了小城市的道路和通信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接着被大城市里面这种嘈杂拥挤逼出来的 就是中产阶级 因为基础设施好了 有了通勤的铁路了 火车 有高速公路了 那很多中产阶级 我买房子买的远一点 就住远点 他就搬出来了 搬出来以后 中产阶级出来 就把原来大城市里面 像学校 医院 这些社会的配套设施 也就带出来一部分 这样在大城市周围 就发展出一片金币 一片中小城市 那么这个逆城市化的过程 伴随着是整个西方的产业升级 它的重工业 在GDP里面所占的比重 不断下降 而且是伴随着技术的提高 自动化 整个工业技术的自动化的升级 而且物流条件改善了 这样这些大工厂 它一方面是劳动效率提高了 另一方面是物流条件改善了 它也就不用挤在那种劳动力 特别炸堆的大城市了 再加上政府有一些政策方面的诱导 给你加很重的税收 给你加很重的置物费 然后这些工厂也就陆陆续续 就搬出大城市了 所以这个它基本上是一个政府有意引导和市场化的一个自发的过程 这样的话人口疏散了 污染源也就疏散了 可是这个逆城市化过程 在中国的大城市是不可能发生的 只要有一个条件存在 就是户口制度 原因很简单 你说中产阶级搬出去 北京户口的人搬出去 那我孩子上学怎么办 是不是 那不仅仅有跟户口相关的上学难的问题 还有看病难 就业难 领取社会保险难 有一系列社会问题 由于这个户口制度几十年时间 它政策性的把大部分社会资源都绑定在大城市了 所以那大家怎么办呢 那都得往大城市挤了 挤进来就肯定不愿意再出去了 那没办法 就只有吸埋了 所以这个大城市人口减不下来 那这个污染源也没办法分散 什么汽车尾气都减不下来 所以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目前治污难和这个户口制度也有一定关系呢 在世界上也有很多人口比较集中的大城市 像日本的中京 对吧 美国的纽约洛杉矶都是人口上千万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发生像北京和成都这样的雾霾 对是这样 我也看过很多这方面的分析比较 但是我刚才所想强调的那个意思 就是说户口制度那个事情 强调那个意思是说 中国的污染 它同时是一种制度性污染 你不能忽略其中的制度性因素 它不仅是制度的污染 同时它还是一种道德性的污染 没错 像英国的伦敦 美国的洛杉矶 都发生过非常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 但是社会一旦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 它马上凝聚成强大的社会共识 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里面 它公共道德的这个土壤 就是这个公共利益这个土壤 它是非常坚实的 所以全社会 你看一旦意识到这个问题 大家全往一个方向想 立往一个方向使 像政府 企业 学校 媒体 个人 全都是凝聚成强大的共识 坚定的行动 那个一个置物 那个想法 不管是从精英阶层 还是从政府一下来 它所有人都朝一个方向行动 行动不走样的 那么坚持行动下去 它当然就会有效果 二人同心 其力断金 何况多人呼 是吧 但是中国呀 不是这样 你别看 很多人也抱怨这个污染 由于这个公共道德 严重的水土流失 所以你看 它真到行动的时候 在个人的算计里面 公共利益 它几乎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作战比重是极其微小的 你像这个环保部门 它可能出台一个比较严厉的措施 就是说我要严查地表排污 那些化工企业干什么呢 它就偷偷的晚上打机警 打了机警以后 污水直接灌到地下去 它就不是地表排污了 它就绕开你检查了 可是地下水一旦污染之后 它要自净的话 它几百年你都净化不下来 它污染更严重 再比如说这个查大货车 它尾气排放要达标 是吧 那么你要达标的话呢 严格执行这套法律 大货车很大一个比例 你那个机车就要更新换代 就要做改造 同时呢 你还要用比较好的油料 那这样算起来花钱就很多 可是呢 这些大货车 承包这些货车的车主呢 就是说 我想我给警察呀 这个路检的警察 塞红包 行哪会 然后呢 就给我放过去了 那花的钱呢 比那个改造要少很多 这样呢 对于警察来讲 他好像也有一个 正在快的机会 双方好像都很高兴 是吧 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呀 你说那些措施 它确实是没有办法 真正产生效果的 中国人有一个心理 就是很多中国人想啊 这个中国太大 人太多 我要干点不地道的事 干点缺德的事啊 最后承担结果 都是那些不认识的人 不会说轮到我自己受报应 或者说祸害到我自己的亲朋好友啊 什么的 可是当所有人都是这种心理 当这种不负责任和腐败 成为一种大众文化之后 每个人都在某几件事情上 这么干的时候 那你看 它就不会有治理效果 当然了 我不是在为这个政权开脱 现在的社会道德 没落到这种程度 跟这个政权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我想说的是 当天空被灰埋笼罩的时候 其实人心也是被灰埋笼罩的 如果这个空气污染 再持续下去的话 你认为中国会发生什么 当我看到北京 那个暗不见天日的照片的时候啊 我这个脑子里突然蹦出来五个字啊 幽冥黄泉路 好像那个传说中的幽冥黄泉路 好像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看起来呢 它好像有点光 但是呢 也灰蒙蒙的 什么都看不清楚 还有个网上一段视频 就是一群人在这个 灰埋天气里面啊 跳广场舞 那看起来就真的就像是 一群幽灵在暗夜中舞动一样啊 就是说 这个灰埋一起来以后 就感觉这个地方啊 它就进入了这个 洋室和阴间的某一种 过渡的空间了啊 那你说 这个情况再持续下去怎么样 那可能以后就被拖到 那个阴间去了 现在中共官方的说法也变了 他也不说雾霾了 环保部门说灰霾啊 但是我觉得阴霾的这个说法还是比较合适的 就是感觉像是就是从阴间放出来的一种东西 把这个阳视把这个世界往阴间那边拖 当然这么说可能会吓着一些观众啊 但是这个就是我看到这些照片的一个感觉 一个个人感受 好 说到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 中国有个学者叫汪丁丁 他有一个论断 说这个持续的环境污染呢 它造成的效果和持续的战争差不多 那持续战争就是大批难民逃离了 所以这个持续的环境污染会造成大批的生态难民 那最早被赶出去的 有能力移出去的 那就是社会精英阶层了 社会精英阶层由于它受过比较高的教育 有比较高的专业技能 所以呢这实际上是整个国家的这个脑资源流失 这个脑资源流失对社会竞争力来讲 对国家竞争力来讲 比资本流失还要严重 精英流失完了 那剩下就是贫贱不能移的那些人了 就是社会忠诚往下的 既贫且贱 没办法移民的那些人 那怎么办呢 那没办法 那就只有日子还得过下去 留下来吸埋呗 吸埋以后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 这就会加重对中国本来就脆弱的医疗系统和社会保障系统的负担 那社会资源的匮乏又会导致争夺的加剧 那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那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政府要置屋 它没别的办法 就让那些污染企业关停呗 不让它开工 好 可是中国并没有经历我们刚才所说的逆城市化过程 这些工厂啊 它没有市场的动力牵出去 它没有一个自发的动力 那就是政府行政的就得让你关门 不准你生产 它也没别的地方去 好 这一年到头一年365天 你100天让它停产 那怎么办呢 结果就是破产呗 就失业率增加 所以就跟持续的阴霾会造成各种慢性疾病一样的效果 这个持续的环境污染就会造成一种慢性战争的后果 那现在呢 我觉得中国人要认真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这种重度的空气污染 它可能会长期化 常态化 那么要扭转这一切的话 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是要做些什么 要让天空变干净 第一重要的是得人心变干净 要把人心变干净 第一重要的是要扫除恐惧感 那我看到有报道说 成都有十几个市民戴上口罩去天赋广场静坐抗议 那么后来被警察带走了 这十几个市民我对他们表示敬佩 他们是扫除了恐惧体现出了勇气 可这些警察仍然被恐惧控制了 你让这些市民多坐一会儿有什么关系啊 他就害怕不赶快把这些人抓走 然后领导责怪下来 他们会丢掉饭碗 这个恐惧感的阴霾是一种最重要的污染源 你不把它扫除干净了 前面讲的那些制度性污染 道德性污染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说成都所遭受到的这个阴霾天气 它这个空气中的流化物含量非常高 毒性非常大 其实很简单的 这个非常直观的 它就是和成都北面 彭州建的那个化工厂有关系 可是当时建这个化工厂的时候 很多人他不是不愿意起来发声吗 他害怕吗 对吧 行你害怕 那你后果就是吸埋呗 不仅你自己吸埋 你的子孙后代也跟着吸 他都要为你的懦弱来买单 在人在压力的环境下 是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他可以声音大点 可以声音小点 你也可以完全不选择 但是通常情况下 不选择是一种最糟糕的选择 那早些年啊 就是在镇压法轮功前几年的时候啊 我经常听到有中国人就这么说 说这个共产党不管怎么说 他给钱呗 那法轮功什么也给不了 是吧 那人权不能当饭吃 我们现在看 人权还就真的能当饭吃 就是你没有人权 你连一个干净的生存环境都维持不了 还上哪去吃饭去呢 中国人有个心理底线 就是什么都能忍 但是危机到自己下一代的事 他忍不了 是吧 比如这个前两年 美国加州有一个限制这个亚裔升学比例的这么一个法案 是吧 结果激起了这个华人的参政热情 加拿大也有一个什么所谓的对孩子性教育的这么一个大纲 是吧 但是也是激起了华人家长的公愤 那么中国这种毒害下一代的阴霾 不知道中国人还在这恐惧里能够忍受多久 好 谢谢文章 谢谢袁真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节目 我们下次见我们时间 谢谢